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是Iko 就让我们来继续录上一次 我只录了半集的那个 21款精华的一个 使用感受的下集 然后这一集呢 基本上是在讲两大类的精华 第一类呢是美白精华 第二类呢是修护类的精华 那就让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还是从美白类的精华开始说起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美白的人 就是尤其是我在就是 加州这种地方很容易就被晒黑了 所以我对美白的诉求非常非常的高 就我一定要能够立刻见效的那种美白精华 就效果一定要很强 我试了很多种精华之后呢 我大概知道哪一种美白成分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效 首先从这款说起就是 杜克他们家的色秀plus 我觉得这款精华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对于去红去痘印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效快捷的一个产品 它真的可以说是我的真爱精华 微博上很多人都推荐说这款很好用 然后你们知道我去年的某一个时刻 痘印什么就是痘痘大爆发之后就有很多痘印 然后就泛红 一周左右吧 你泛红和痘印的地方明显就能消下去很多 然后我经常呢是用它来搭配赛贝格的VC粉来使用 效果简直好到你妈不认识 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它呢就是除了价格没有特别好以外呢 就是我觉得其他的都还不错 我觉得如果有痘印困扰的妹子们可以选择去尝试一下这个产品 那么第二款我最喜欢的美白精华 可以说是我用过无数瓶美白精华里面 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美白精华 就是SK2他们家的小灯泡 我觉得follow我很久的妹子都知道 这个精华简直就是我此生最爱 就是我觉得我用到这个价位以内的所有的精华 这款是最最最好用的一款 就是目前为止我没有用到比它更好用的精华 但是我手里还有一些我没有拆开的新的精华 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用的一款 那么这款精华里的主要成分呢 一个是SK2他们家独有的Petera精华 还有一个就是以烟纤安为主的一个成分 我的肤质带用了这种成分的美白精华都会比较好用 并且它里面的本性精华跟Petera呢 是可以帮助阻断你皮肤黑色素的产生 然后能够提亮你肤色 然后去掉暗沉之类的 然后有妹子也会问我说 那么这个精华的什么日版啊台版啊国际版啊大陆版有没有区别 那让我告诉你 我用过日版的日版免税店的 用过台版的用过大陆版的 我也用过就国际免税店 就各个什么免税店买回来的 没有任何不一样 就是没有差别你知道吗 我觉得真的不要再受代购那些什么本土啊 日本本土的比较贵或怎么怎么样的一些 就说辞了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用 就是这个我用过这么多版本没有任何不同 就完全都一样 包括它旧版本新版本都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 只会让我变得很白 所以我觉得这款精华我大力推荐 这是我目前我是用到最好用的一款美白精华 接下来呢还要说一款就是SK2他们家的28天集中美白精华 我觉得它其实美白效果并没有很好 那么它是主打淡斑的一款产品 我非常喜欢用它来对那个赛贝格的VC粉 然后它针对于痘印的效果没有镀刻的好 针对于美白的效果没有小灯泡好 但它对于淡斑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 尤其是针对晒斑 就如果你先天性的一些斑点 它可能做不到 但如果对于你新晒出来的斑点 我觉得你用完一整个盒之后呢 还是能看得到效果的 我目前为止的是用完了两整盒 那我暂时不会去回购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那么好 还不如付他们家的美白面膜效果来得更快一点 所以我不会去回购这个产品 那如果你有淡晒斑诉求的妹子的话呢 可以去买一盒来尝试看看 接下来呢要算是吐槽两个 不是特别好用的美白精华吧 只是针对于我个人而言啊 一个呢就是风非常大 可能我说要吐槽它 估计会底下评论有一篇妹子要说我了 就是成也医生的这个377VC美白精华 为什么我说它不好用 这个精华它主打成分是VC嘛 然后我刚刚之前也说过了 VC这个成分在我脸上的美白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我当时真的因为风很大 所以我入了两支这种大罐的 哦没有18克的 我入了两支18克的 我整个用完下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脸没有任何的变化 也没有任何说是什么可以淡搬啊什么的 没有就我觉得效果温和到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花这么贵的价格去买一个这么小容量的精华 它18克我记得它的价格应该在200到300块钱人民币真的很贵了 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妆品牌 我很喜欢它们家其他的一些水啊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精华在我脸上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去回购它 可能以后也会永远的封杀它吧 我对于它真的是无话可说 但它的包装什么是我很喜欢那种很干净的 它底下是可以压泵头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皮肤是对BC成分是有效的话 你可以去买这个精华来试试看 反正我是不会再去买了 还有一款精华呢 是大名鼎鼎的一个精华 也是CPB它们家美白精华 这个精华我在之前CPB的那个全系列的护肤视频里面有讲过 它是我用过最滋润最滋润的一款美白精华 但也是我用过最贵最没有效果的一款美白精华 它除了滋润保湿以外 使用感很好以外 没有任何的美白效果 我整个人用下来我觉得 就是在浪费我的钱哪 尤其我的钱就是一蹦一蹦压掉 然后没有得到任何的效果 所以我也不会去回购啊 据说它们已经改成了新版 我这个是旧版的 新版我也不想去尝试 也不想买 就这样吧 我觉得CPB它们家的东西 可能跟我真的八字不太合 只有极少的几个单品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这些贵家类的精华我就再见吧 不会再买了 以上就是我去年用完的所有的美白精华 感觉说出来好丢人呀 去年的精华今年都已经三月份了才在录 接下来就要说我去年用过最有效果 最有使用感的一个部分的精华就是修护脸的精华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想给自己翻白眼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脸烂烂脸 大过敏 大就是暴斗烂脸 整个脸就没有办法出门见人 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聊 他跟我说去年那段时间给我发的十句话 没有三句说怎么办 我现在好丑 我的皮肤好差 我没有办法出一见人 我心情好差 那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我从未有过的 对于皮肤的这个状况的一个迷茫 但是呢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很好的精华 让我重生了 让我在四月份的时候 给你们录护肤视频的时候 是我皮肤的十高点 就是真的完美 就我觉得我从未觉得皮肤如此的好过 那我先从Andocare他们家这个蜗牛精华来说起 我过敏那段时间 我用这个精华 就让我觉得 简直就是救星 我是用它来搭配 那个李福全的特安乳来用的 每天每天这么吐 用完之后我的过敏好了大半 就基本上不需要 就基本上你在脸上摸不到什么凸起的小粒粒的 只是还有一些泛黄 它的质地涂到脸上真的是有一点油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其实我的脸是很干的 其实涂完这个之后呢 虽然它油但起到了一定保湿的效果 那么这个精华主打蛋里面呢 就是含有大量的蜗牛萃取精华 它可以帮助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 然后并且就强大的修护力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精华在我心里是满分 好那么接下来要说的精华 就是德国世家的这一款精华 那么我是在过敏好了之后呢 想要做一个调理 这个是我用过最好用 但是也是让我最难过最难熬的一个 换肤类的精华 因为它的时间拖得很长 28天就一整个月 你的脸都在失好失坏失好失坏 官方说的就是你30岁以前的女性呢 你每年用这么一套就可以了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稳定你的肌肤 然后调理你所有的水油平衡 然后让你的肌肤重新回到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那么30岁以上的女性呢 就是每年用两到三个这个精华 就是去调理你的皮肤 它呢就是我前一周的时候 我对这个精华感觉就没有什么感觉 就很平常的一个精华 因为它在使用这个精华的时候呢 它是要求你把所有其他护肤品都停掉的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用 但因为我真的太干了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我只擦这一个东西 我的脸就是像沙漠一样 要干出裂纹了 所以我身后面是有加保湿霜的 然后中间的两周开始 从真的我觉得很神奇 就卡的时间很准 我就从第八天开始 我的脸开始冒动 各种冒动 冒完动就好像感觉就是有点红 有点肿 就是会一片片小米粒 它不是那种过敏的小米粒 感觉像是闭口之类的东西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 我用这个不会好不容易调理好的皮肤 又烂回去了 我当时内心真的特别的崩溃 我就觉得天哪 我当时想把这个扔掉你知道吗 但是我搜了好多功课 就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你要耐心的等待你皮肤的新生 然后我想说我就等吧 然后我就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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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坚持到第四周 真的很难用言语去形容这个精华 带给我的神奇的感觉 就你怎么可以到第四周的时候 皮肤开始慢慢变好的时候 你的皮肤包括毛孔 你都感觉变小了 就会发现你即使在晚上 什么都不擦的时候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的脸上绝对是水油平衡的一个状态 我之前只有用过一款产品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 就是SK2的神仙水 而且你是要每天使用 你才会感觉得到就是你的水油平衡 但这个精华就是你什么都不用 你的脸还是水油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个精华呢 我应该今年在某一个时期 应该也会再重新回购 然后再来用一遍 因为我最近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又变得很差 就可能镜头里面看不太出来 但是其实我今天早上这里冒了一个巨大的痘痘 就肿起来了红色的包 然后就下巴也有很多的闭口 我头也有很多的闭口 所以这个精华呢 我也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而且它不需要你就是一直一直无限的回购 一年只要用一次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接下来呢要说另外一个 我去年包括我今年打折的时候 也很想再回购一款精华 就是Revive他们家的这款修护精华 他们家的这款精华简直好用到炸 我为什么说这个精华它好用呢 就是Revive这个品牌 它其实算是美妆界里的 就护肤界里的那种扛把子 学霸品牌 完全就是实验室的背景 可以说是很牛了 它这款精华里面的主打成分呢 是毛孔修护成分 加上镁 然后加上氨基酸组成的 它可以模拟年轻的健康皮肤 然后帮你形成一个屏障 然后帮助你修护你受损的细胞 然后提高你就是皮肤的一个免疫力 可以让你毛孔变小 让皮肤变得很平滑的一款精华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 好像就是它可以让你肌肤变得非常稳定 而且问题肌肤也是完全可以使用 没有问题的 对Revive这个品牌所有的产品 都非常的感兴趣 我用了他们家这个修护系列之后呢 我今年 今年同化太多了 就我如果我皮肤不会出大状况的话 我应该不会去回购 但它会一直在我的回购名单上面 而且就是我今年马上就25了嘛 就是年纪也到了一个分水岭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应该会想去尝试一些更多更好用的产品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很多精华都在我的草单上面 如果我之后有回购啊有购买我再来给你们做review 接下来呢要说最后两款精华 一个是Fresh他们家的红茶修护精华 一个是娇兰他们家的Mindnight Secret 就是熬夜急救精华霜 精华霜 对 首先我们来吐槽一下这个Fresh的红茶精华吧 它涂出来的感觉呢 让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龟的感觉在脸上 就是有点像那种毛孔妆前隐形露的感觉 那么再说它的修护能力 他们家红茶系列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系列 那么我对他们家红茶系列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们家的红茶面膜 无论是过夜的那款还是修护的那款 我都很喜欢 然后家里也一直有常备一直在用 就我就会觉得对这个红茶系列是有所期待的 但这个精华呢真的是着实把我打回了原地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每天晚上用了感觉就像 只是多涂了一层东西在脸上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 你皮肤如果不敏感的妹子去尝试的这个精华 我觉得可能会急死 还有一款精华 精华霜是这个胶蓝的这个 这个是新版的了 我之前拍图什么的都是旧版的 但那个瓶子好像被我扔掉了 我不知道去哪了 它旧版的是大的30毫升玻璃瓶的 那它从去年还前年就改版成这种15毫的特别小 但我觉得也挺方便的 你出门带也挺不错的 这个呢就是你用一次就会爱上它 像我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 不是说我本身想去熬夜 是我有时候可能工作或者是拍片 这些真的就会忙到很晚 我们有的时候call time可能会在凌晨4点啊 然后凌晨两三点啊 那种call就很奇怪 然后或者是下午两三点call 你就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回到家睡觉可能就有四五点了 就不是我本身想去熬夜的 这个它不是一个你每天都可以使用精华 因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 它可以帮助你就去暗沉 然后提亮修护 基本上所有精华有的功效 可能都挤在这么一只小小的一个罐子里 所以它就是官方说 你不可以长期就是每天使用 大概是一周最多两次吧 就你真的是第二天 必须要以一个光彩焕发的一个状态 去见人的情况下 你再用这一只 但是你看我这一只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就也马上用完了 就已经到这里了 这个呢也在我的回购名单上 就是我之后斯芙兰达这什么的 我都在会去囤货去买的一个精华 总的来说我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这个护肤品的 就是如果你有熬夜或者什么的妹子呢 你可以去试试看 好那么这个精华总结的下集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耶 我终于录完了这21款精华 有没有21款 就 就很多精华吧 是我去年一整年用下来所有的精华 我觉得这些精华就是 有好用的有不好用的 但大部分我觉得都没有踩雷 希望我的这个制品呢能够帮助到你们 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 能够直接切入重点的买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产品 那么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耐心等待我这么久 我呢会好好的来补之前落下的功课的 包括去年我觉得年度好用的护肤品啊 我都会出的 就是大家请敬请期待吧 好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